太太在三年前 就因白內障失明 家務事都得靠先生 為福利多來打理 但從三月開始 她的勢力也越來越模糊 每天生活煮飯 都得靠手碰火爐來判斷 兒子們為了籌措醫藥費 都到遠地工作 不在身旁 心情也很無奈 家務事都要幫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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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刺激仁衣會來到寶和島醫診 熱心的親朋好友 特地來告知 他們終於有機會動手術 這一天兒子也特地趕回來相伴 手術一完成 為福利多是迫不及待唸出看到的字 一個星期後 職工來探訪 太太能夠主動帶路 做家事也沒問題 為福利多 自己就能夠走入森林 剪食木材 製作木炭 買賣維生 年過六十的他們有了再次重生的喜悅 大約新聞李嘉美 瑪利亞 菲律賓報導